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献上我纯真的祝福 回忆中的路 开满花图 绽放版式的光速 绽放版式的光速 老东西 敖拜根本就没有疯 连你也被他给骗了 敖拜没疯 那 那难道敖拜是在装疯吗 不错 你所中的大补丸之毒 必须每个月都服用一次解药 但是自从敖拜装疯以后 你便再也没有找过他拿过解药 这个世上 除了敖拜 只有李太医能够解此毒 所以敖拜早就明白 你已经转投了李氏兄妹二人 那日 他特意破了你一点药枝 把你支开 好单独向太皇太后奏命 以免你泄露给李氏兄妹二人 皇上 敖拜虽曾祸故殃民 但是他没有真的疯 也算是我大清之福了 那 那奴才 那奴才也就死而无憾了 虽然朕早已知晓了真相 但是你肯向朕自首 并出手李氏兄妹 可见你的心中还是有朕的 看在你这一点忠心 和侍奉了皇室几十年的份上 朕便饶了你这条狗命 多谢皇上恩典 多谢皇上恩典 你先暂且不动生死 配合朕将李氏兄妹 及其背后的反党一网打尽 事成之后 朕自会让敖拜 交出大补完的解药 免了你日后的后果之忧 谢皇上 起来吧 别让李欢给发现了 朕 什么 老百庄方 您下行事非常危急 不仅我跟一欢的身份暴露了 就连你在暗中帮助我们传递消息的事情 也肯定暴露了 康熙只是不想打草惊蛇 财庄总不知道 哎呀 这这这这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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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就说过我这条命 早晚会搭在你们手上 哎呀 哎 叔父不必如此沮丧 我早就说过 绝对不会连累叔父 哎 好在义父 不想让著名联盟的人 知道有你这么一个弟弟 所以 叔父的真实身份 就只有一父我一欢知道 眼下 我们就要撤离紫禁城了 也不能抛下你不管 这样吧 叔父 你跟我们一块儿撤吧 我 跟你们 哎呀 我才不想跟你们去干那种 杀头灭族的勾当呢 我在这宫中都已经三十年了 都已经习惯了 我到外面没法生活呀 既然叔父 不愿意离开紫禁城 那我也不勉强你 不过 康熙已经知道了 你在暗中帮助我们传递消息 叔父接下来在宫里的日子 怕是不好过了 这样吧 我给叔父指条生路 啊 生路 什么生路 你马上去向康熙自首 举报我们 你是说让我 举报你们 嗯 虽然康熙是我们的敌人 但他能不杀敖拜 不杀雪衣居士 饶恕清城 说明他胸怀博大 能容人之所不容 只要你去举报我们 让他明白 你对大清 还有一份骑马的忠诚 不过是受我们的胁迫 暗中帮我们传递一点消息 他应该 能够饶你一命 这也算是我这个侄子 对叔父的一点交代吗 我去举报你们 静静 我真是没想到 在这种生死关头 你没有顾着自己去逃命 也没有逼着我 去跟你们一起浪迹天涯 而是让我去举报你们 保护我自己 看来 我这个叔父 在你心里 还真是被当成一个亲人了 那是自然 我若连人伦亲情都不顾 与亲受何疑 将来 还有何脸面 去跟康熙争这个天下 来 倒东西 看看这个 皇上 这 这 这画的不是奴才吗 你再看看画像旁边的小字 李定国 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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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国 皇上 他 他 他不是 他不是朝廷一直通缉的 乱打的头目吗 是 朝廷通缉的反党头目 和你李德福长得一模一样 皇上 这 这 这 真是见了鬼了 皇上 奴才 奴才是个孤儿 少年就进了宫 在这宫中 三十余年来 从未踏出宫中半步 也没有跟宫外面的人 有任何联系 更不认识这个李定国 求皇上明鉴 太皇太后也说 你这几十年来 在宫中甚是规矩 除了喜欢贪点小权 弄一些钱财 和外界的关系甚是干净 所以 你不可能与反党有瓜感 你向朕自身 朕才会饶了你 行了 起来吧 谢皇上和太皇太后恩典 奴才 奴才感激替灵 老东宣 皇上果然如见情所说 胸怀宽广 能容人之不能容 将来定是一太明君 见情也是个大财 若他不是反党 能跟我一起辅佐皇上 那该有多好 哎 prot mam 九禧 可激 波alia 你 Jeśli 你说 你要你 赢 那个 遍 她 帝 有 他会不会出宫吗 不会 他如果出宫了 一定会告诉我的 一定还在自尽城里 以欢喜欢吃 他会不会在御膳房 对 御膳房 还没有找过 我这就去 我们一起 李太医也在 真的太好了 也省得我再跑一趟太医院 单独请李太医来赴宴了 传皇上口语 念及李太医兄妹 还有丽妃娘娘 平拿平溪王派来的刺客有功 皇上特意在御花园 设了一桌酒席 邀请李太医兄妹 还有丽妃娘娘 今天晚上共同赴宴赏月 天子 好 我等奉旨 大胆 还不下跪 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 这 皇上说了 一定不能为难李太医 还有丽妃娘娘 你们几个都是大内顶尖的高手 一定要确保李太医 还有丽妃娘娘要准时赴宴 不得有半点差池 扯 扯 那天都黑了 大师兄和雪姐姐怎么还没赶到 该不会他们在宫里出什么事了吧 要不然我去看看吧 咱不能一直这样等下去啊 不行 你现在回宫里 岂不是自投罗网 自寻死路吗 要不这样吧 小师妹你留在这儿 我和叶师弟潜入宫里 看看究竟出了什么事 那更不行了 你们对宫里的环境情况 什么都不了解 貌人闯入只会更危险 我这次回去想当面跟康熙说清楚 我们虽然是明珠谷的人 但是我们没有做过一件上天害理之事 我不相信龙小弟会是非不分 他会不顾及我们之前的旧情 小师妹 你刚刚说我疯了 我看现在你才是疯了 你以为康熙 还是以前那个 对你温柔体贴的龙小弟吗 小师妹 这次我赞同叶师弟的 我们是明珠谷的人 和蜻蜓事不了了 虽然你和大师兄 救过康熙的命 但 但凡涉及到蜻蜓的安危 他就不会 樊师姐 小师妹 你 樊姐姐 叶哥哥 对不起了 我刚刚在你们喝的水壶里 放了呆若木积伞 因为我知道 你们不会让我回去的 但是我心里早就想好了 我要回去接应学姐姐跟朱哥哥 我要当面跟龙小弟说清楚 你们放心吧 两个时辰以后你们就没事了 我得先走了 驾 驾 王祖母 皇上已经派人 请诸慈萱和雪卿城 去玉花园赴宴了 看来皇上今夜 可能是要收网了 可是 这个李懿欢 却不见了 不是派人去看住这李懿欢了吗 这个李懿欢他诡计多端 轻功卓绝又会易容 跟踪他的那些侍卫 不敢跟得太近 结果 就跟丢了 可是皇上明知道李懿欢不见了 却不下令封闭城门 也不派人全城搜捕 会不会是皇上要网开一面 故意放他离开了 不会 皇上没那么苦涂 皇上很能沉得出气的 没有露出任何破绽 李懿他们应该没有觉察到 已经暴露了 他不肯下令封城搜捕 是因为算准了这朱四轩和雪卿城 还在宫中 李懿必定不会独自出宫的 皇祖母分析的有道理 是戒身失言了 你呀 这就叫观心择乱了 你要对皇上有信心呢 他毕竟是咱们大清朝的天子啊 他分得清清重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李太医 爹 不对 朕应该叫你 朱家太子 今夜月色如何呀 这月色温柔如水 自是美不胜收 不过只可惜这月色背后 似乎引有杀气 未免有些傻风景 朱家太子入宫有一段时日吗 还是第一次 像今夜这般 与朕一同畅饮赏月 正好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 说说心里话 朱某乐意奉陪 朕问你 在你的心中 朕是怎样的一位皇帝 皇上天纵英才 年少有为 历经图治 博学广实 更难得的是 胸怀宽广 能容常人 之所不能容 虽然年纪轻轻 已将帝王之术 洗得炉火纯青 没想到朱家太子 对朕的评价这么高 不过朕相信 你说的都是实话 都是出自真心 发自肺腑 那你知道 在朕的心里 是怎么评价你的吗 朱某 愿闻其想 你亦是天纵英才 年少有为 历经图治 博学果实 最重要的是 你胸怀宽广 你说这能容 常人之不能容 你却是能忍 常人之不能忍 你年纪轻轻啊 就已经具备了 为君者之才能格局 想不到 皇上对朱某的评价 如此之高 不过朱某也相信 皇上这话是 发自真心 出自肺腑 不错 你我二人应该是 真心彼此欣赏 算得上是知己 来 你我知己二人 且同饮一杯吧 走走走走 但是 这个帝王 远非天纵英才便可卑之 还要看实意 命 朱思萱 你朱明王朝气数已尽 这天下是我爱心觉罗之天下 你若有大才 当应知道 大丈夫行事 应当顺应天意和实事 逆天 不祥 逆世 必败 不错 这帝王天子 实乃天命所归 但这实与命 岂有定数 皇上自幼博览群书 当之史上 从无异族人能久战中原 纵然蒙古铁骑 强占了大宋江山 建立了大元帝国 但大元帝国的统治 一直都是摇摇欲坠 纵然勉强支撑 也未能 撑过百年 大元帝国未能撑过百年 主要是败在元朝 数代皇帝都固步自封 不肯学习中原文化 一味地强权镇压 但是朕不一样 朕会踪孔孟 行儒朔 大力推行满汉 乃至各民族融合 共谋发展 到时候 天下各民族都是一家 都是朕的臣民 我爱新觉罗氏 绝不会重蹈前缘的覆车 皇上雄心勃勃 朱某佩服 你我本该是不共戴天之大敌 不过 我也忠心祝皇上 能够说到做到 来 朱某敬皇上一杯 皇上 难得你我还能坐在这里 把酒赏月 不如 朱某为皇上 以武助兴如何 好啊 朱家太子文武全残 朕已经见识过你的多相记忆 若是能再见识一下你的武技 亦是人生一大快事 皇上 卿城自入宫以来 多蒙皇上照顾 卿城感激不尽 如今分别在即 就让卿城为皇上第一次献武 也是最后一武 丽妃以武相阵告别 也算是有心了 龙小弟 朱哥哥 你们千万不要动手了 不管你们谁杀了谁 我都受不了 不再保佑 不再保佑了 尔师傅 这花枝跟柳枝 别能当武器啊 那当然了 咱们中原武术博大精深 炼至最高境界 飞花摘叶 都可商人 不再保佑了 不再保佑了 皇上 龙小弟 你没事吧 没想到到了这个时候 你还愿意舍身救阵 朱哥哥 你答应过我 你不会伤害龙小弟的 我并没有想要杀他 我以为你落在他的手里 所以在这花叶上下了毒 想要他受伤中毒 不得不放了你 那现在解药呢 只要他 放我们平安离开 我自会交出解药 你没事 朕穿了你给的金蚕背心 一欢 你之前去哪儿了 我们都快担心死你了 我之前出宫了一趟 遇到了樊姐姐我才知道 你们在宫里有危险 我这次回来 是跟你们同生共死的 大师兄 左额图不见了 一欢 你不该回来的 康熙已经布下天罗帝王 我们逃不出去了 龙小弟 你真的要把我们全都杀了吗 太皇太后下了一旨 要将你们这些反党 一方打击 好 我不求你放了我们 但我只有一个要求 杀了我 亲手杀了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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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公公 扶着他 这 扶着 别白费功夫了 你们逃不出去的 主思萱 李宜欢 雪卿城 儿等已是龙中困兽 不要再负于顽抗 若是你们肯归向于朕 朕保证计计不久 皇上 还是让奴才 把这帮诸明联盟的余孽 全部拿下吧 退下 这 朱慈轩李宽雪卿城 你们都听好了 你们虽然是前明的余孽 但是你们屡次救了朕的姓 如果朕现在就杀了你们 你们一定会认为 朕是一个无情无义 残忍试杀的暴君 所以 朕决定给你们一个机会 龙小爹 你是说 你要放了我们吗 如果你们觉得朕是一个好皇帝 能够造福百姓 那朕希望你们可以留下来 辅佐朕 打造一个太平盛世 如果你们不愿意留下来 那朕也会放你们归去 玄业 今日你假作大度地放了我们 不过是想兵部血刃地 瓦解我们朱鸣联盟 然后再逐个剿灭我们 朱思萱 你不要曲解了朕的一番苦心 你若是执迷不悟的话 只怕是江山卫富身先死 你们要是不想留下 那朕可以放你们出宫 但是出了宫门吗 从今往后 你们就再也不是朕的朋友 而是我大清的敌人 玄业 对 今日你放了我 总有一天 你会后悔的 你不是说过吗 说朕胸怀宽广 能容常人之不能容 朕和你一样 恩怨分明 你们屡次救过朕的幸福 朕受了你们的恩惠 放你们出宫 也算是还了这份情意 朱哥哥 李公公中了你的毒液瓶 把解药分他一份吧 不要烂伤无辜 好 皇上您受伤了没有 这样奴才先试试 如果有效果的话 奴才就给您留着 朕没事 朕有金蚕备心 义的父 你刚刚肯挺身就朕 也不枉朕射了 你两次大罪人 奴才誓死效忠皇上 所托 奴才在 传朕旨意 放礼已婚 朱瓷轩 雪卿成三人出宫 三日之内不得追捕 三日之后 他们就是朕的敌人 一经发现 立即捕杀 绝不留情 奴才遵旨 你们听到了吗 放他们出宫 现在是走是流 一会儿 跟我走吧 有点 有点 正面 有点 不得 你 有点 就有意思 Zither Harp 青果的星辰如芒 恍不穿雨中的她 这一生月光光能否带她 都下去吧 就住了 一生的心最强 愿做她掌声的明珠 献上我纯真的祝福 回忆中的路 看了我走 绽放的时的光速 绽放的时的光速 皇上 你可是一国之君 为何 至大清安危不顾啊 皇祖母 虽然并没有至大清那安危于不顾 你明明已经是放虎归山了 皇祖母 朱仁义 朱新南 朱思萱是一个难得的文武圈材 若是能为我大清所用 那将是我大清之福啊 他若是不臣服呢 那朕就拔了他的牙 捡了他的肘 你这没了牙和肘的楼虎 你就不足为虑了 他是乾明的太子 只有收服了他 才能算真正地收服了人心 我爱心觉落实 才算是真正坐稳了江山 真是深谋远虑 皇祖母都不如你呀 这呆若木鸡散的药效 总算是过去了 小师妹进宫都两个多时辰了 他和大师兄雪世节 怎么还没出来 不会是遇到什么意外了吧 不行 我去救他们 你现在着急也没有用 这药效刚刚才过 至少还要过一会儿 我们才能行动自如呢 樊世姐 我能拜托你一件事情吗 什么事啊 我带小师妹私奔的事情 还请你不要告诉任何人 行吗 我其实 我其实刚才就是一时糊涂了 我现在已经看清楚小师妹 对大师兄的情意了 我保证 以后再也不会胡思乱想了 放心吧 我也不想破坏 你和大师兄之间的情分 再说 我和吴应祺的事情 你也一直在师父面前帮我说话 我心里也很感激 好 凡师姐别这么说 我们师姐弟 从小一同长大 虽然不是亲姐弟 却胜死亲姐弟 彼此照应也是应该的 有人来了 大师兄 大师兄 雪师姐 小师妹 你们总算脱险了 刚刚把我和叶师弟 都给集坏了 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先离开这儿 上车再说吧 好 驾 康熙就这么放了你们 他的这份胸怀气度 确实令人钦佩 他不过是在效仿诸葛亮 欺勤欺纵梦获的策略 要杀了我们几个容易 但若能收服我们的心 他们大清 才算是坐稳了这江山 大师兄说得对 我们不能被 康熙的小把戏所迷惑 小师妹 你怎么了 看着去心事重重的 没有 我只是觉得 咱们苦心经营了这么久 全都白费了 完美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今天能最后决定跟我走 我已经很开心了 希望你接下来 能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回到之前的样子 嗯 驾 这个泉水山庄 也是我们的据点吗 不错 幸好我们在京郊的香山脚下 还背下了这么一处据点 这是大明最后一个皇帝 大明最后一个皇后之灵位 这是你母亲的灵位 而其他这些 都是我大明的忠臣义士 有的是为了保护当年还是婴儿的你 被清军所追杀 有的是为了光复我大明所牺牲的将士 皇儿 如果他们在九泉之下 知道了当年自己用性命换下来的大明后人 不但不想着为他们报仇雪翰 还爱上了他们最大的仇人 大清的皇帝 你说他们在九泉之下 能明目吗 秦王 不要生气了 皇儿也不是有心背叛我们的 只是不知不觉中了康熙的诡计 被他的虚情假意所迷惑了 欢儿 你怎么那么傻呀 你怎么能相信一个帝王的情爱和仁义呢 这是人间最虚幻的东西 好在欢儿已经离开了紫禁城 再也见不到康熙了 他慢慢会醒过来的 好 欢儿 你现在就当着诸位师长的面 发下毒誓 从此再也不要李康熙 再也不要对他动心 跟他一刀两断 势不两立 否则的话 你将永躲无间地狱 永不得超生 我 我发不了这个誓 因为我做不到 我那样就是欺骗了各位师长 而且我也怕永躲无间地狱 不得超生 你 皇上 皇后 夫人 各位人人一事 我李定国教你无法愧对列位 列位在九泉之下难以明目 我李定国 如今又有何面目苟活于世上 好 我折旧他九泉之下 来陪伴你们 禁王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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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太医 你不要拦着我 不可呀 禁王 爹 我错了 我发誓 我发誓还不行吗 不过我得换个说法 即使您不同意 你也不用去九泉之下陪他们 就让我死了 去九泉之下 去九泉之下 跟他们请罪吧 那你说来听听 各位神灵在上 各位亡灵在上 我李怡欢发誓 以后 我尽量不会去想他 我尽量忘了他 我尽量 尽量不见他 但是如果我实在忘不了他 我会把他藏在我的心里的 一个小角落里 不会因为他 而影响到我各位师父 还有亲友的情意 也不会因为他 而影响到光复大门的大爷 如有为识 那句让我一辈子 只能吃抗燕菜 再无福享受 人间珠般美食 你一辈子 只能穿醋布麻衣 再也无福享受 人间珠般美衣 让我变成一个丑丫头 不敢照镜子 人见人讨厌 人见人唾弃 人见人唾弃 你 你 你这算什么毒事啊 师父 这个誓言对于我们来说 可能不算什么 但是小师妹 生性贪吃臭美 这个誓言对于她来说 已经比死还要毒了 义父 诸位师父 义欢虽然任性妄为 但在此类大师大妃面前 绝不敢用谎言 来欺瞒各位市长 更何况情之一字 不是说有就有 说没有就没有的 义欢能立下此事 已是真心在悔过了 还请诸位师父 就原谅她吧 晋王 太子说得对 过不了些时日 花儿会把那个人忘了的 可是 她只说尽量做到 万一她要是做不到呢 爹 我这辈子最怕的不是死 我最怕的是吃不到美食 穿不到美衣 最怕的是变丑 我都发了如此毒誓了 如果你还不满意的话 那你就杀了我吧 你 晋王 我倒有一个办法 不光可以让大家放心 也可以让义欢安心 不会再胡思乱想 什么办法 既然欢儿跟太子 早有婚约在先 而且他们俩 也到了婚配的年龄 我们先不想光复大明之事 就先让他们早点完婚吧 这倒是一个好办法 那此事就这么说定了 三日之后 为太子和义欢完婚 我 皇上请用茶 这茶能喝吗 茶医还没发好呢 皇上 奴婢给你换一杯吧 不用了 退下 是 花儿 你在哪儿 你可知道珍珍在想你 你也在想朕呢 冬小弟 我现在正在想你呢 你有在想我吗 不过以后都不能再想你了 不然我就要一辈子 只能穿粗布蚂蚁 吃糠燕菜 变成一个连镜子都不敢照的丑丫头 老大 你真的要嫁给你的朱哥哥 从此忘了小弟吗 走开 我不要见到你 走走走 快滚 小师妹 我知道你讨厌我 但我不会滚的 叶 叶哥哥 你误会了 我没有说让你滚 你穿成这样 你要去干吗呀 我是来放你走的 放我走 小师妹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不可能跟我走 但我也知道 你其实也不爱大师兄 心里并不是真的想跟他成婚 对吧 我 你去后门吧 我在那里给你准备了一匹快马 可是 可是什么呀可是 既不可失是不再来啊 你要是不想看到你爹 自吻在你面前 你就只能悄悄逃走了 要不然 你真的嫁给大师兄 到时候 你后悔都来不及了 走 走 小师妹 快上马吧 小师妹 叶师弟 这么晚了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樊姐姐是你啊 吓我一跳 小师妹听说这后山有萤火虫 想让我带她来抓姐姐回去玩 是吧 这山上哪儿来的萤火虫啊 我看 你是想带小师妹逃走吧 樊姐姐 我求求你了 你就让我走吧 小师妹啊 不是我不想让你逃 大师父他们早就想到 你可能要逃婚了 所以特地派我来盯着你呢 樊师姐 你和吴英琪也是相爱不能相守 己所不欲 无事余人 就放小师妹走吧 嗯 小师妹 虽然从小我爹就偏爱你 让我心里一直耿耿于怀 但我一直把你 当亲妹妹一样疼爱 也希望你能够幸福 你走吧 只是现在别骑马 以免惊动了师父们 等走远些再上马吧 樊姐姐 谢谢你 走吧 走吧 春秋两岸 还有没有 成为天 山我们一直戴 天 都在山上 沙尽 尖色 沙尖 鱼 红尖色 中 尖色 在际 琴 山上 柳红蝶月掌心情绝 天与地 开在眉间 谈千秋 万事怀烟 心中喜流 回远方清卷 回首一生 路安满 天与地 开在眉间 谈千秋 万事怀烟 书几许清愁 望月平澜 星辰入梦 心前 去梦 心前 去梦 心前 去梦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